剛剛老師已經在我們使用我們這個瀏覽器登錄的過程 就有一些疑慮 就是說我這樣在這邊或者在別人電腦裡面用我的帳號登錄的話 那這樣會不會不太放心 對不對 我們這邊教室的環境目前都還原 所以可能這種疑慮還比較小一點 可是如果你是用別人電腦或者是所謂的觀光電腦 那這樣是不是就有可能你的資料有可能會被人家接去走 所以其實老師您在用瀏覽器的時候 不管是IE、火湖還是那個Google的 他們都有一個功能可能大家沒有用過 來您看一下 如果您用的是Google 您右上角這邊 一樣右上角這個按下去之後 您會發現Google的叫做無痕視窗 對嗎?準鬼字佛魂 那它你瀏覽過的任何的網站記錄 你輸過帳號密碼 它就不會記住 好這是Google的成對無痕視的 你點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 你的右上角有沒有做一個偵探的符號 表示說你現在在無痕視窗裡面 好那這個時候你的所有記錄就不會留著 那相對的如果你要是火湖 這個地方也是在哪裡? 也是在工具 在好像在檢視 沒有直接在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一個叫進入隱私瀏覽模式 它是用面具 意思都一樣 那你說阿一呢? 當然也有 阿一也有 它在哪裡?在這邊 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 它連中文就來了翻譯 叫implied 所以大家的功能意思都一樣 就是希望說你在有些時候 不是自己的電腦在裡面 不希望你的障害密碼 脫漏出去的話 或是流氧記錄 你就用這個模式 那你就不用擔心 比較不用擔心 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是流氧記錄本身有的功能 那如果說除了這個保護之外 因為這樣畢竟還是比較單純 所以您最好再加上這樣的功能 什麼功能呢? 叫做兩階段驗證 兩階段驗證 什麼叫兩階段驗證 現在大部分的情景就是 老師我們是不是都只要知道帳號密碼 就進去了 那外面有些老師是偷懶的 有沒有 這個通了 就一通百通 有些說你的帳號密碼 密碼的不是這個很雷同嗎? 或者一樣的 那就全部都通了 這樣就很危險了 所以兩階段驗證 這個不只在Google 在Facebook現在也有 在微軟的也有 他們現在的目的就是 你有我的帳號密碼 沒用 當你在陌生的 就是你沒有用口的裝置 要登錄的時候 它會傳送一個手機的驗證碼給你 那如果呢 你沒有輸正確的驗證碼 很抱歉 不可以用 所以你知道這號密碼也沒用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我會建議老師如果可以的話 您可以啟用這個部分 再的話在安全性上就會比較高 安全性上會比較高 那我就給老師看一下Google的兩階段驗證在哪邊 您可以從就是您有登錄了之後呢 您按右上角就是這個 好 這個地方按一下 它會有一個跟個人的帳號有關係的 個人帳號有關係的 您進去 在安全性的部分有沒有 在安全性的部分有沒有一個叫兩階段驗證 兩階段驗證 你可以把它開啟 你把它開啟之後 它就會 要傳一封簡訊給你 就是這個驗證的確認 那你有啟用了之後呢 這樣就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像老師是不是都有在用Facebook Facebook一樣 Facebook也有這個兩階段驗證 如果老師有在玩的 也是要用一下比較安全 萬一有人用你的名義有沒有 幫你登錄的話 這樣 出席的也很多 會蠻麻煩的 那麼 另外一個 跟它有關係的 就是所謂的APP應用程式 我先問一下老師有在玩Facebook上一些應用程式 或者什麼意見調查之類的嗎? 沒有齁 老師不會用嗎? 你會用嗎? 你會用嗎? 一定要注意 因為你用的應用程式越多 你的個資 你的個資 出去的越多 那 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就是那個APP 所謂的APP 我們來看一下 您如果登錄到您的Google之後 Facebook之後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應用程式 您可以進來看一下 有些人玩很多的 這裡一堆 這裡一堆 很可怕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它現在很多應用程式都問你同不同意 裡面的內容大家都沒有在看 反正你不同意就不會去 這不能玩 所以我會很注重這邊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很討厭的 你看 你看 這個進來 你看看 它會在這裡說 這個程式需要你的 有沒有一些基本資料 有的更狠 有的更狠 你看 它會說這個程式還可以做什麼 你看 除了存取這個資料 然後還可以要求什麼權限 很多 都還會要求什麼 我可以用你的名義發布 所以如果你有用Facebook的 你常常會收到說 某某人問你 要你參加這個調查好不好 或者有什麼資料 就因為你會覺得說奇怪 這個很無聊 老實在說這個不是他發的 都是系統幫他自動發出去的 所以這個其實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用Facebook 看看你的那個應用程式 真的不厭的 請你把它刪一刪 減少 減少你的那些資料 就是散布到外面的情景 這個是給老師再參考一下的 好 那 再來我們再講一個 就是這個 因為有很多地方 老師比如說去很多網站 現在很多是不是要做註冊的動作 才可以用 那請問老師都會留真的E-mail嗎 因為現在我覺得還很討厭 你留E-mail 沒有用 他還會要求你就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那個認證碼對不對 你要去收信 然後把它 因為他要確認說這個信箱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樣有個缺點就是 你的E-mail是不是就常常會曝露在外 你常常用這個信箱 不要懷疑你就比較容易收到垃圾信 這是一定的 你不常用的反而相對比較少收到 所以眼鏡有拋棄式的 信箱也有拋棄式的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網站 這個服務我只是暫時需要 我不是說非常肯定說我要長期訂閱的 偶爾需要的 你可以用所謂的拋棄式信箱 老師用這個關鍵字你來找看看 你看 我們用這個拋棄式信箱 老師都講過拋棄式的信箱嗎 你知道嗎 你們都很保守 你們都用那個自己的信箱嗎 你們都用自己的信箱去外面這樣實戰 很累 用久的那個信箱就會弄壞掉 最近他都不想用 對不對 你看 你可以找找拋棄式信箱 實際上有非常多種 那我比較常用的是10分鐘就拋棄的 反正不要用那麼久 那有的信箱服務是你可以指定說 幾天後自動升下有沒有 我們看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那個任務加到藍本 三次買後自動消費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那比如說像我這個 你點進來之後 好 這個是一個部落格 我就藏這邊連過去就好了 好 連過去之後他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組信箱 那麼你如果在那個網站幫我看他註冊的 你就給他吧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組信箱跑下來的 有沒有 那你只要停留在這個網頁 你把這個信箱複製起來 當然如果他有收到信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邊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 然後像這樣有一條一條的 一列一列出來 你點進去就可以閱讀那個內容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寄那個驗證碼給你 你就讀完了 貼進去就拜拜了 這樣也可以 因為國外的不太可能會用點訊傳給你 那個要錢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信箱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那個服務 那是可能不是非常需要的 你只暫時用到的 是拋棄私信箱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減少垃圾性 生到垃圾性的機會 好